舉辦了好幾屆的街舞比賽 我也參與過 我記得我在現場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興奮 因為我想現在在我面前跳街舞這些年輕的孩子 很難想像半世紀前我在做青少年的時候 我們是根本不容許跳街舞 不要說跳街舞 連今天所謂這種交際舞大概都不允許 我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把身體的一種美的表達 就跟犯罪畫了一個等號 那當然是台灣軍事戒嚴的時代 所以在大概80年代後期 台灣軍事戒嚴解除了 我們叫戒嚴 我想現在跳街舞的小孩 可能對戒嚴都沒有什麼感覺 他們就是在戒嚴之後誕生的 可是我常常又覺得 一個社會戒嚴了 我們的身體未必戒嚴 那身體的解嚴是說 我敢用我的身體表達各種的情緒 我的愛 我的恨 我的憤怒 我的高興 我的熱情 所以我在街舞的現場 我覺得好祝福這些年輕的身體 十幾歲 他們可以表達自己 那麼盡量就是讓自己的身體 能夠像一朵花一樣的 綻放 我們非常非常感謝蔣君老師 他本來今天要來參加劇者會 因為他好有事 所以他就入了一段祝福 那 我們